教宗方几个在接受阿根廷电影制作人和参议员候选人皮诺·索拉纳斯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金钱国王为中心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里 当今的丢弃文化把年轻人和老年人一起抛弃了 在一些欧洲国家我就不具体提哪些国家了 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0%甚至更高 整整一代年轻人都不能享有工作带给他们的尊严 我要告诉年轻人的是要互相关爱 要有这种意识不要让自己被抛弃 只有这样丢弃文化才不会持续包容文化才能建立 教宗说一个忽视青年和老人的社会没有前途 欧盟有近六百万十五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 大部分在西班牙和希腊 这个月早些时候 欧盟领导人在巴黎开会 讨论如何解决欧盟28国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 青年失业率可能是欧盟面临的最大问题 教宗方基各在阿根廷接受采访的前一天 他的首部宗座劝语书出版 菲斯切拉主教11月26号星期二呈现的这部长达84页的著作 批评资议发展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专制 欠责贪婪和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更直接侵蚀我们生命的挑战 其中包括日复一日的不确定性和担心出现恶果的感觉 各种形式的社会差距 拜金主义和无形的经济专政 狂热和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 自八个月前成为罗马天主教领袖以来 教宗方基各一直在呼吁世界领导人 将关注重点从争夺权力转到服务民众上来 他号召信众们帮助社区内最弱势的人群 教宗自己的谦卑受到人们的赞颂 教宗方基各还对环境污染提出批评 他在接受索拉纳斯采访的时候 指责了浪费宝贵自然资源 特别是浪费水的趋势 我们不能浪费或者污染水 我们必须关注天地万物 教宗是全世界十二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教会之外 他在全球范围也有重大的影响